各位好 我们闲话少叙 书接上文 中国人这个喝酒的历史 喝酒的资格 都是相当久远 非常的古老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 中国的古物酿酒 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大约是在养勺文化时期 或者是龙山文化时期 当然 史学家们的争议啊 我们先放在一边 总之啊 是十分的久远 中国的酒类呢 大致又分为三种 最早的呢 就是用古物酿造之后啊 过滤掉这个酒糟的米酒 也可以说是清酒 或者呢 是短时期之内 酿造而成的 连酒糟 带这个糯米的酒 又是称为老糟酒 或者叫牢骚酒 还有一种呢 古代的时候啊 称之为香酒 就是用类似玉金香草 或者香茅草 加在这个米酒里面 浸泡而得到的酒 这三种酒啊 都是中国乃至东方 古代时期 常用的三种酒 这些酒呢 主要是用于 敬神 古代啊 因为这个神灵 只能闻见香味 而不能吃到食物 所以呢 让酒香扑鼻 自然是敬神 醉仪 上供之后呢 再拿下来 让凡人 俗子 喝掉 把供品呢 再吃掉 就全当是啊 开了个party 事先呢 先请神 来做一下装 再有一种啊 就是 用酒来 做菜 古代的一道菜 是用这个酒 来腌制 各种的蔬菜 或者是肉类 居多 以保证啊 这个食物 可以长期 储存 而不 变质 而且在烹饪 食物过程中啊 加入 酒 来 去除 食物 本身的 异味 第三种呢 特别是在 中医当中 这个酒啊 可以用来 致病 救人 不单单 是用酒 更是用酒 浸泡过的 各种 药材 可以使 本身 药物的 药性 得以 发散 泡人参了 泡入 笼了 无论是 动物 植物 都可以 增强 药物 本身的 功效 第四一种啊 也是 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搞 公共 关系 在这个 公筹 交错 之间 主人 敬酒 客人呢 在 回敬 就形成了 应酬 总之呢 今天 与 古代 是 密不 可分 酒 原来啊 就是一种 有实用价值的 东西 也并非 今天 我们看到的 是一种 简单的 饮料而已 然而 正如同 请神吃饭 把这个酒 摆到供桌上 把供品 放在供台上 最终呢 就变成了 请人 吃饭 所以呢 非常 实用的 酒 也就变成了 人的一种 享受 据说 当年 有个叫 遗迪 的人 发明了一种 执酒 禁奉给 当时的 大鱼 鱼王 喝了之后 就感觉 哎呀 人间 智慧呀 但是呢 喝多了之后 就发现 酒的坏处 和不足 于是呢 就断言 好喝 是好喝 但就怕 杀不住车 后代当中啊 怕是会有人 因为 这个酒 会灭亡掉 自己的国家 结果呢 不幸 严重 他的 孙子 泰康 啊 就是 夏朝 的泰康 就是因为 酒 而 亡齐国 而 夏朝的 末代 君主 夏洁 据 据传说啊 因为 厨房里面 酿造出来的酒 没有经过 这个 多道的 过滤 程序 而 浸现上来 这个酒呢 就显得有些 浑浊 所以呢 就因为这浑浊的 供酒 啊 而 杀掉了 厨房里的 负责人员 结果呢 后来 夏洁呢 也 因为 饮酒 因为 好色 因为 贪 贪 勿国 也导致了 亡国 当然了 夏朝 已经远远的 过去了 夏朝 君主的 功 过 得 失 也 进负于 一杯 浊 酒 之中 好 我们 今天 就先 说到这里 感谢 各位的 捧场 我们下期 再见